十五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就像一面镜子 先改变自己 对人谦卑 恭敬有礼 甚至关怀他 帮助他 自然对方会感受到 我们的真心诚意 久而久之 彼此的关系就会变好 目见连尊者慈悲 虽然天道是很殊胜 但是千万不可自以为是 不可有骄傲之心 有些人在他的宗教里面 修持严谨 所以我们对每一位众生 都要尊重 大家发出 慈悲的心念 我们只要常常 发出好的心念 那这个善念 也是会回到 各位贤士的身上 南极先奥慈悲 人际关系就像一面镜子 先改变自己 对人谦卑 恭敬有礼 甚至关怀他 帮助他 自然对方会感受到 我们的真心诚意 久而久之 彼此的关系就会变好 南极先奥慈悲 我们跟众生广结善缘 是要把好的理念 传达出去 让心清静光明 要挤起直追 效法天地 上天是这样的高明 这样的干净 我们要向上天学习 不要让我们的心 有任何污染 地是那样的宽厚 那样的广博 我们要学习 和大地一样 能够包容不一样的人 包容不一样的意见 培养宽厚慈悲的心 南极先奥慈悲 只要众生需要我们 我们就去帮助他 不要有种族的歧视 不要轻视人家 不要起那种不好的心 他也是一个大菩萨转世 我要尊敬他 祝福他 南极先奥慈悲 平常闲来无事 要把心收回来 不要东奔西跑 把心收回来 守在自信的地方 时常回光返照 让自己的心 清清静静 遇到事情 不要只有生气 有很多种解决之道 我们可以开开心心 就把事情说清楚 为什么要大吵大闹 能够轻声细语 就把事情沟通良好 为什么要爆跳如雷呢 张国老大仙慈悲 我们走在前面的人 要体贴后学 有时候 他们也会遇到困难挫折 他们的苦衷 要去关心 要去帮助 我们有很多爱 很多慈悲 可以给众生 可以帮助众生 引导众生 那我们自己的委屈 苦中怎么办 要把苦吃掉 吃苦 疗苦 不要闷在心里面 把吃苦 当作吃补 所有的苦难 对我来讲 都是在造就我 一切不如意 都是在帮我 消冤解孽 了业了罪 这样心里 哪有委屈抱怨 天天只有感恩欢喜 张国老大仙慈悲 爱要及时表达出来 爱是很清静 很光明的那一种爱 慈悲的大爱 我们要有智慧去分辨 爱一个人 要怎么爱 自己要去想一想 回去就开始 爱你们的爸爸妈妈 让爸爸妈妈 看到我们改变了 自然 对道就有 很好的印象 典传师 讲师 谈主 也要互相关爱 互相站在 别人的立场 去为别人考虑 自然 就有一片 祥和的大道场 大家也会有一个 美满幸福的家庭 光明美好的人生 吕洞宾大仙慈悲 修道最重要 就是把本分做好 不讲怪力乱神 本分做好了 自然就与上天相同 天上的仙佛 都是人修成的 怎么修呢 就是尽了本分之后 还要把爱心发挥出来 因为仙佛有慈悲心 为每一位众生 各位日后 想要成仙作佛 完全靠自己努力 现在 信逢大道谱传 有点传师 讲师 谈主 在带领我们 让修道人 有方向可以遵循 让成仙作佛的路 不会茫茫然 只要肯做 愿意去走的人 就能成功到达目的地 蓝彩河大仙慈悲 先佛不爱你们的钱 先佛爱你们一颗真心 只要你有心到佛堂 慢慢学习 慢慢成长 互相鼓励 互相扶持 互相提息 学着做 活到老 学到老 越学 越活泼 越学 越快活 只要你们的心团结 就可以救人 救人 为第一 让每个众生 都可以上法船 蓝彩河大仙慈悲 你们相不相信 自己就是先佛菩萨来转世 不管是什么颜色的皮肤 什么颜色的头发 我们都是先佛菩萨到这个世间 有的很穷苦 很多灾难 那就是累世修不好 他自己去承受自己的果报 也有先佛菩萨去到最穷苦的地方 要度化那边的人 众生很多都是大菩萨来转世的哦 我们要尊敬每一位众生 要彼此关心照顾 要把我们的爱心发挥出来 不要只有爱自己 爱家里的人 也要把爱心发挥出来 爱世界上很多的人 钟离全大仙慈悲 每一个人 如果认真的学习 把道在自己身上彰显 凡事要求自己 不要去苛责他人 因为人跟人之间 就像照镜子一样 你跟镜子里的人说嗨 他也会跟你说嗨 就像电波一样 他会传达出去 传达出去 人家会不会感受到呢 而且一定会再回到 我们自己身上 并不是说 修道是用先佛的妙法 能让每一个人 永远没有烦恼 不是这样哦 我们开班 是利用各种的道理 纠正我们的观念 改正我们的行为 人生才有光明的一条路 知道吗 所以我们自己的心念很重要 我们对人 要常常看人家好的那一面 这样人际关系就改变了 中离全大心慈悲 修道是离不开家里 离不开红尘世间 跟家里的人 要多多地沟通 互相地体谅 不要光是要求别人 不要光讲自己要什么 自然整个家庭的气氛就会改变 中离全大先慈悲 人生有很多东西 是需要学习的 自己要看清楚 要看远一点 修道就是要 让我们的眼光 变更宽 更广 更远 不要在小问题上 钻牛角尖 不要让自己过得很痛苦 铁拐李大仙慈悲 我们跟众生要结善缘 不结恶缘 别人对我们不好 可能累劫累势 我们也曾经对人家不好 我们谢谢他 了一个不好的姻缘 如果我们起心动念 讨厌人家 称恨人家 这个因果就不能了 一个人不能够把自己的自信 展现出来 只展现脾气毛病 这种人是不是很可怜 那我们就同情他 包容他 宽恕他 龙女慈悲 我是龙女 我从天上拉你们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 就是要普度众生 那龙传 就是要接引众生上天庭 不要在人间 渺渺渺茫茫茫 迷迷糊糊地过一辈子 龙女慈悲 畏惧上面的人 越要战战兢兢 因为每个人的观点 因为每个人的观点 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思考会不一样 醒出来更不一样 所以在佛堂办事 就是让你们互相切磋 互相琢磨 互相沟通学习 魔诈太子 师兄慈悲 我们的脾气 没有改 就像电灯上面 都是灰尘 蜘蛛网 光就会暗暗的 如果 我们把自己 修养得很好 度很多人 跟众生广结善缘 多为别人付出 自己的灯 就会很大又亮 就像平常的灯泡 变成省电灯泡 一点点 就可以很亮 这岂不是更棒 法律主越非慈悲 现在的社会时局 很纷乱 灾节也很多 如果不能调整 自己的身心 让自己的善愿 发出来 就不要谈 要既是旧人 我们今天 要修道 办道 要普度众生 最基本的 就是要把自己做好 所以 我们的起心动念 要非常谨慎 不要心里 只有我 而没有大局 祭功活佛慈悲 平常出门 看到很多路人 或者在公共场合 看见很多人 不要烦 我们要祝福 每一位众生 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 祝福大家 能够明理 能够修道 祝福你们家庭 能够幸福美满 要常常 发出善愿 祝福众生 我们在祝福人家的时候 祝福 也会回到 我们自己身上 因为 如何出去 祂就会如何回来 祝福活佛慈悲 人的心念 就有念波 念波 就会感应 所以 我们对众生 要常常祝福 祝福他 很平安 很开心 很顺利 很美满 不要常常 诅咒人家 那个诅咒 到最后 就会回到 自己身上 对人讲话 客气一点 就是为自己 留后路 我们对人 宽宏大量 自然 日后 就有路 可走 断了人家的路 就是断了 自己的路 祭功活佛慈悲 摄影 拍照 我们都要 取到最美的角度 我们看众生 看我们的父母 先生 太太 子女 亲戚朋友 甚至邻居 要用最好的角度 去看他们 时常 去找父母的好处 找 太太 先生 孩子的好处 找身边 所有人的好处 所谓 找好处 就是 开了天堂路 认自己的不是 就是 闭了 地狱门 有错 就要改正 祭功活佛慈悲 自己 要 精进向上 但是 不要表现出 跟人家 格格不入 我们 内心 有美好主张 但是 要 度化众生 要不要 先跟众生 有好的善缘 如果 跟人家 相处 都相处不好 你要怎么 度化众生 自己 认识 真理 进而 重新 影响 我们的行为 影响 我们的 讲话 所以 这 就是 一个人的 气质 有些人 不讲话 但是 我们 看到 就很 尊敬他 有些人 可能 讲了 很多 道理 可是 就不想 去尊敬他 因为 他讲的 跟他做的 没有合一 所以 希望 各位徒儿 我们 内心 有好的 主张 有正确的 认知 更要 修正 我们的 行为 还有 端正 自己 所讲的话 祭功 活佛 慈悲 法轮 要 长转 自信 才会 圆融 希望 徒儿们 要 加好油 而不是 加 生气的 汽油 不要 得理 不饶人 要 得理 劝话人 咱们今天 修道了 就是 要 圆融 就是 要 度众生 心里的众生 也要度 祭功 活佛 慈悲 能帮老天 多办事 那才叫做 好命 叫做 好 佛命 能够 为众生 做事 服务 其实 是你们的 福气呀 如果 没有众生 有你们 所以 要 尊敬 众生 要 爱护 众生 要 体恤众生 寄功 活佛 慈悲 其实 贫 跟穷 不一样 贫 只是 没有钱 穷 就是一个人 没有智洁 失去了 自己的品格 才叫穷 所以 安贫 才能够 乐道 没有钱 没有钱 关系 关系 但是 我们能够 学习道理 能够 遵守 规矩 寄功 活佛 慈悲 每一个人 在内心里面 有一个很深切的盼望 就是受人尊重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忍性之后 是自寻 是自寻烦恼 所以 我们 我们渡人 成全人 有时候 遇到挫折 不要想说 我是自寻烦恼 这是在 帮助众生 有困难 有挫折 没关系 眼泪擦干 汗擦干 再继续往前走 你们很明理的时候 老师就很高兴 在起无名 在发脾气的时候 那就是老师最伤心的时候 寄功 活佛 慈悲 爱 不是只有占有 还包括尊重 要尊重对方 不要因为 爱得迷迷糊糊的 爱得很冲动 而做出很多后悔的事情 我们尊重自己 也学会尊重别人 所以为师希望 年轻人要自爱 也要自重 年纪大的人 更要自爱 自重 要有好的修饰 年纪越大 越和蔼可亲 修养越好 别人都会喜欢 跟我们在一起 晚辈子孙 也会尊敬我们 报事 灵同 慈悲 学问 不是学历 学问 是我们 做人 处事的 道理 能够明了 能够 绝对的对 绝对的好 这样 就是 有学问的人 把道理 实现出来 才是真正的 学问好 济公 活佛 慈悲 我们介绍 前贤 讲师 不需要介绍说 他是什么大学的 他做什么工作 我们要说 他修实很好 从以前到现在 都在道场牺牲奉献 要把世俗的眼光 稍微转变一下 不管是念什么大也好 没有读书也好 只要肯修道 肯改变自己 让自己在道的洗礼之下 越来越好 没有读书又怎么样 你读到博士 你当总统又怎么样 在韦诗的眼里 所有的徒儿 都是一律平等 没有高地 没有贵贱之分别 只要肯修肯办 都是老师的好徒儿 好好的 把我们善良的本性 发挥出来 励志救人 都一样 是老师的好徒儿 既功活佛慈悲 外在的东西 都是一刹那 有形 有象 都会过去 都会变化 不要苦苦地去追求 随缘随分 该我们的 上天不会亏待我们 不该我们的 你去强求 都没有用 既功活佛慈悲 我们要去度人 做任何事业 或者读书 一定要自助 人家才会帮助我们 自助 忍住 天帮助 自己都不努力 都不肯动 先佛在后面推 都没有用 自己要迈开一步 先佛的助力 才能够使得上 梦科夫子慈悲 我们在很专心的时候 不会受到外在的影响 才能够天人合一 才能够把妙智慧 发挥出来 这个专心 不是只有在现在 平常就要下功夫 要如何下功夫呢 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的心 是时常外放的 有时候 在某个人身上 某件事情上 某个环境上 自己要去思考 去明白 自己的念头是什么 有没有到达 了了分明 所以 专心的功夫 一定是要在日常去做 梦科夫子慈悲 以前有一个全国下棋 最厉害的 叫做乙秋 他下棋非常棒 有两个人 同时跟他学习 其中一个人 非常专心 他耳朵里面听到的 就是老师所教导的方法 心里面所想着的 都是老师所教过的技巧 另外一个人 一边学习 还一边想着 天上什么时候 飞过来一只大鸟 不要拿弓箭 把它射下来 这样子学习下来 谁的成绩会比较好啊 当然是专心的人 我们专心的程度 影响学习的效果 听懂话吗 梦科夫子慈悲 如果很专心来学道 不受引诱 不受外在的干扰 那修行一定会成功 只要很专心的 想要把自己毛病改掉 脾气修好 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只有自己不做 或者是说一铺石寒 当然永远都没办法 到达目的地 寄功活佛慈悲 我们学习倾听 人家要表达的事情 用心听的时候 有很多好的东西 就会悄悄地 跑进你的心里 如果不耐烦 不喜欢听 就会好的东西 都听不到 寄功活佛慈悲 我们的气量 胸襟 要像天地 那么宽广 才能接收 上天给我们 无尽的福气 无尽的恩赐 我们要学习 像上天 像大地一样 能够包容 各种不一样的 人 事 物 寄功活佛慈悲 人 跟人之间 你退一步 他退一步 就海阔天空 如果 每个人 都想要 争一口气 到最后结果 就会 没有气 所以 修道 就是要从 我们的心境上 去提升 去改进 听了很多的道理 不是只有 心境提升而已 也有很多方法 作息 要正常 饮食 要有 好的改变 这些 都可以 帮助我们 更健康 帮助我们的 思想观念 更光明 更正确 所以 思想 会引导 行为 我们自己 要 好好的 想一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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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修道的功夫 不管他们在你身边 或是在远处 只要你好好的修 会避应他们 让他们沾到你的德性 你的光芒 因为你们的心 是天心 有爱心 自然家人会沾光 孟科夫子慈悲 就算世界现在不好 但是每一个人都发善心 发善愿 每一个人都孝顺父母 都把仁义理智做到 自然这个社会就能够改善 孟科夫子慈悲 孝道是我们所有善行里面 最重要最基本的 摆善孝为先 我们做善事修道 要以孝顺父母为最基本 最先的考量 失去了孝道 那其他的都是空开花 不会结果的 沐建连尊者慈悲 其实七月是孝道月 也就是最吉祥的一个月份 为什么说七月是吉祥月 我在世的时候 我的母亲毁谤佛法 不尊敬修行人 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 死后堕入恶轨道 当我用神通看到母亲 在地狱受苦受难 她的肚子非常饿 可是咽喉却像针一样 那么细 我用神通将食物送到母亲的面前 母亲拿到这些食物 还没有放到嘴巴里面 就已经变成火炭 我看到这种情况 心中真是悲痛万分 于是请示佛陀 要怎样才能帮助我的母亲 脱离这个恶轨道 佛陀告诉我 可以在七月十五日 准备好的食物 干净的粮食 供奉有德性的修行人 借着大德者的慈悲 让我的母亲超脱地狱道 脱离恶轨道 后来世间才有七月开鬼门之说 其实这在当时 乃是我为了救母亲 所做的鱼篮盆法会 所以各位显示 不要把七月份 当成不吉祥的月份 只要我们心存善念 孝顺父母 不管是哪一个月份 不管是哪一个日子 都是非常吉祥 非常美好的 沐建连尊者慈悲 父母对子女的爱 是无怨无悔 所以趁父母还在 要好好的尽孝 不要等到父母不在世了 才来后悔流泪 那就来不及了 所谓子欲养而轻不待 父母的寿命有限 我们尽孝道 就要把握时间 当下就是 南极先翁慈悲 如果一心一意 只有别人 没有自己 那就是佛了 所以我们修道 不要只有想自己 我们在家里 要把自己本分做好 孝顺父母 把孩子教育好 我们在佛堂里 不会争权 跟前贤也能配合得很好 这就是进步的开始 南极先翁慈悲 人道做好 就没有任何的羞愧 修道不孝顺父母 别人都会笑我们 修道脾气不改 人家也会看不起我们 我们除了穿衣 装扮之外 最重要的是气质 气质从哪里来 自己很严谨 要求自己很严格 观念很正确 思想很纯正 表现出来 就有那份道气 所以 长得漂不漂亮 英不英俊 都是其次 重要的是 我们内心 存着悼念的人 表现出来 就很庄严 这种庄严 不是化妆 可以得到的 也不是穿得漂亮 可以得到的 明了吗 南极先翁慈悲 平常就要学习放下 夫妻之间彼此尊重 一旦缘尽了 就随缘而去 父母与子女之间 也不过就一世一个缘分 当父母亲的 把子女教育好 就是我们的责任 当子女的 能够孝敬父母 能够体贴父母 这也就是尽我们的责任 修道了 要把子女带上修道的路 把父母引领上修道的路 这样才是大大笑 铁拐李大仙慈悲 要把自己的德性修养好 就要从身心端正开始 不只看得远 还看得宽 做一件事情之前 自己要好好想想清楚 该不该做 能不能做 自己要很清楚 了然于心 做错了事 就像有一个污点 要刷干净 刷得掉还好 刷不掉 就永远留在那边了 所以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要小心 要谨慎 要三思而后行 这是爱自己 笑父母的根本 不要让父母 为我们担心 教化菩萨慈悲 如果你孝顺父母 但并没有孝顺别人的父母 其他的人会不会尊敬你 你的邻居 你的亲戚 是不是也会赞叹你 看到别人行善 是不是也会钦佩他 但是 你并没有孝顺他的父母 他做善事 也不见得 直接对你有好处 那为什么 行善行孝之人 大家都钦佩他 赞叹他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道理 众人疼爱他 佩服他 就是上天疼爱他 上天赞同他的做法 众人就是天 罗兹太子师兄慈悲 要怎样 才会跟先佛菩萨契合呢 就是照着先佛菩萨讲的道理去做 在家 在家要孝顺父母 在家要孝顺父母 做人不要耍手段 耍心机 要诚诚恳恳 踏踏实实 修道是很简单 很踏实 不是讲一些怪力乱神 法律主越非慈悲 前嫌或许不如你们学士高 赚钱多 但是引渡我们的恩情不可忘记 受人点滴 报以永泉 在道场学道 就是要尊敬前嫌 回到家里 要孝顺父母 跟同修之间和睦相处 跟手足之间相亲相爱 这样才是修道人的本色 祭功活佛慈悲 徒儿们要大吉大利 每天就要平心尽弃 要万事如意 就要保持存善心地 要快乐欢喜 就要孝顺 我们要把握每一个缘分 跟父母的缘分 跟子女 先生 太太的缘分 珍惜在佛堂的佛缘 我们好好的来修道 办道 让自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呼吸有分 顺呼吸法跟逆呼吸法 顺呼吸法 就是吸气的时候 让小腹突出来 逆呼吸法 就是吸气时 缩小腹 尽量要把气吸满 吸到不能吸 然后最好憋个几秒钟 能憋多久 就憋多久 这样子 我们吸进的气 在身体里面运作 身体就会健康 性情上 也会渐渐地稳定 寄功 活佛慈悲 我们在恐惧害怕的时候 用三宝首旋 用五字真言 让我们内心安定 加上先佛的力量 才能够解决事情 对事情 才有正面的帮助 只有紧张 害怕 担心 对事情 是没有帮助的 寄功 活佛 慈悲 土儿觉得 情绪控制不了 自己的时候 先深呼吸 肩膀 胸部 是不要动的 只有腹部在动 我们如果 要跟人家 打架的时候 是不是肩膀震动 气在上面 这叫沉不住气 才会跟人家吵架 我们要把气 往下沉 沉到我们的腹部 不止对我们的脾气 毛病上 能够改变 对身体 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 我们把气 吸到腹部很深 这个氧气 能够供应到 全身的细胞 但是 如果只吸到胸部 氧气 吸得很少 身体的活力 就不够 所以 平常 把手 放在腹部 吐气 吸气 气 要长 我们的命 就会长 你们看乌龟 看得到 它在呼吸吗 那叫做 龟洗法 它呼吸 很细 很长 所以 它的寿命 很长 可是 现在的人 呼吸太短了 所以 很容易冲动 恶性循环 容易冲动的人 就容易生病 我们从基本的 慢慢改变 寄功活佛慈悲 脚底 要时常 让它热热的 所以 要搓脚底 要泡脚 我们的脚 气血 墨烧神经 循环好 身体就好 知道吗 我们要让自己 活得很好 很健康 自己就要以积极的心态 来过生活 不要每天 都花时间 在电脑 电视机前面 这样子 不大好 多到户外去 走一走 让自己 能够接触大自然 身体才会健康 心情才会愉快 寄功活佛慈悲 所谓一呼一吸之味道 我们呼吸 有分顺呼吸法 跟逆呼吸法 顺呼吸法 就是吸气的时候 让小腹突出来 逆呼吸法 就是吸气时 缩小腹 尽量要把气吸满 吸到不能吸 然后最好憋个几秒钟 能憋多久 就憋多久 这样子 我们吸进的气 在身体里面运作 身体就会健康 我们性情上 也会渐渐地稳定 比较不会起起伏伏 这个功夫很简单 就是做 你才会感受到 它的好处 才能够有效益 我们时常做 就算说 没有办法 二六时钟 但是给自己立一个功课 早 中 晚 做个三十六下 或八十一下 你要用顺呼吸法 或逆呼吸法 都没关系 能够吸得长 吸得深 慢慢的 自然身体 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寄功活佛慈悲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气血走到哪里 胆 所以到了十一点 尽量就要休息 要读书 或再做任何事情 我们宁愿早起 不要晚睡 睡觉的时间 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气血循环到胆 肝的时候 我们就要休息 因为肝养血 气血不足的时候 人就会疲倦 知道吗 早点起床 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呼吸新鲜空气 这样脑筋就会比较清楚 很多人 是有天赋的智力 但是 不见得 每个人的成就 都一样好 那就关乎 我们日常的环境 还有坐席 饮食 甚至一个人的 因缘果报 我们要有福气 自己就要先把身体照顾好 南极 先翁 慈悲 现在很多年轻人 没几岁就有白头发 为什么 想比较多事情 想比较多事情 还是因为吃了很多加工的东西 要注意哦 做习生活要正常 晚上最好不要超过十一点睡觉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早睡早起身体好 这句话会被流传很多年 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好好参悟 蓝彩和大仙慈悲 我们的念头 每个时候 都是要很干净 很好的 心不要乱想 如果 有不好的念头 跑出来的时候 可以用默念三宝 用三宝 把心降服下来 开始想 观音菩萨的法相 寄功活佛的法相 想弥勒祖师的法相 让自己 不要去想着那些 不好的东西 和仙姑慈悲 时常提醒自己 要把放出去的心收回来 要怎么收呢 时常意念 守着玄关窍 默念五字真言 或者任何佛号都可以 知道吗 龙女慈悲 心静不下来的时候 读不下书的时候 就要闭目养神 就要闭目养神 守旋 智慧就会开了 因为你知道方向了 既功活佛慈悲 我们业力很重的时候 该怎么办 一直在那个痛苦的漩涡 转不出来怎么办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老师教各位 我们就守旋 默念佛号 念为师的南武 既功活佛也可以 就是让自己 就是让自己将那种情绪放掉 因为不能一直绕 永远在泥沼里面出不来 自己要越过它 这样才能够向前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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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改运》 众圣增身夫子慈悲 修道将改变命运 并不是说去算命、补卦、抽签 而是从内心去改变 我们的心改变了 自然命运就能够改变 命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有无尽的宝藏在我们的心中 就看各位贤士怎么样运用 怎么样发挥 木剑连尊者慈悲 我们不要跃全 在自己的岗位上 把本分做好 严格地要求自己 能够脚踏实地 不讲怪力乱神 真修实练 从心性上下手 人伦做好 才能够真正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南极先翁慈悲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灾结 或者福气 都是平常一点一滴累积来的 命运不好 反求诸己 命运很好 要学会推功 我们能过得很好 有一切的享受 除了推功之外 还要感恩 感谢上天慈悲 感谢父母疼爱 感谢一切善姻缘 让我们能够有那么好的福报 如果能够时常怀着感恩的心 我们的福气 就会源源不绝 南极先翁慈悲 希望我们自己 跟子女 家庭的命运 越来越好 第一个 就是要跟众生断绝恶缘 你们看 某些人工作很努力 可是他去到哪里 人家都不喜欢他 或是做什么事都不成功 有些人去到哪里 人家都喜欢他 很多人帮助他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跟众生广结善缘 如果人家吃你的肉 你会跟他解善缘吗 如果你放生 是不是跟他解善缘 南极先翁慈悲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我们改变命运 不是去算命 拜神都没有用 要听道理 改变观念 改变我们的行为 才是真正改变命运 寒箱子大仙慈悲 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 你们知道我们的面向 手上都会改变吗 只要我们好好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把道德良知拿出来待人处事 那么我们的命运会越来越好 吕洞宾大仙慈悲 把自己工作做好 就是尽本分 一般人命不好 都是丢了本分 命才会不好 如果觉得自己命运很坎坷 遭遇很凄惨 那就快点从自己的本分反省 时常反省自己 相信各位闲事的命运 一定能改变 蓝彩河大仙慈悲 现在求到了 就要为自己活着 活得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 不管你多么大的财富 灾难一来临 你都挡不住 有财产万贯 老天要你的命的时候 你挡得了吗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修 你修得有德 有光 自然命运会改变 生命就可以由自己掌握 所以要你们来开法会 是要了解你的生命 没有其他外理外道 蓝彩河大仙慈悲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命运 有的人出生在很有钱的家庭 有的人出生在很贫穷的家庭 你能够选择吗 小仙告诉各位 你们会出生在什么家庭 什么国家 其实都是自己造来的 不要时常嫌自己的爸爸妈妈不好 不要时常嫌自己的老公很丑 嫌老婆不温柔 其实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 你或许在这辈子 用现在的想法想不透 但是如果你们知道因果循环的道理 就能知道一切的因缘 都是自己造来的 不管是好或不好 都要心甘情愿 把以前抱怨的心转变过来 对父母能够实时心存感激 对自己的另一半能心存感激 铁拐李大仙慈悲 不要把心思放在装扮外在上 要多留一点时间回光返照 看看自己的内心 我起心动念 是好还是不好 遇到事情的态度 是抱怨还是感恩 自己要反省思考 我们能够天天这样做 自然就能够进步 将一些坏毛病把它改过来 不好的脾气修正过来 这样我们的命运才能够改变过来 铁拐李大仙慈悲 有历练 有折磨 不要抱怨 那是为了要造就我们 能够成长 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不如意 就要想 原来上天要让我更有成就 更能成长 如果用这种心态 自我要求 天天感恩 命运当然就会好 也因为很快乐地接受 自己就能进步 教化菩萨慈悲 大家要把听到的道理 实践在生活上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也在自己的心念上 观圣帝君慈悲 每一个人 灵性都是一样 从天而来 大家在一起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要互相照顾 互相提息 绝对不要耍心机 我们有任何念头 别人不知道 自己是清清楚楚 看人家好 不要生出极度的心 人家好 是他的福报 绝不要有 想要抢夺的心 只要自己好好的做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命运 自然就会改变 祭功活佛慈悲 不是说来佛堂就能改变命运 是来到佛堂听道理 明侣了 改变心念 改变自己的思想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祭功活佛慈悲 我们平常的言行举止 可以做得很好 很优雅 很有人格 不要让自己 做那种很粗鲁 很卑贱的行为出来 让自己越来越好 不好的毛病 脾气 习性 把它割除掉 这样修道才能进步 命运才能改变 改变自己的心态 改变自己的心念 改变自己的行为 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 养成好的性格 好的生活习惯 自然就有好的命运 祭功活佛慈悲 虽然自己的命运不好 不要怨天尤人 要让自己的道 能够更亨通 就是要加深自己的德性 我们不要随着世俗 人家现在流行什么 或现在的人做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随着他去 一些不好的朋友 邀我们 自己要有智慧 跟他说不 不该做的 不去做 我们自己要力争上游 要立下好的品格 好的志向 永远都不要改变 一直到我们死 要把上天赋予我们好的本性 发挥出来 祭功活佛慈悲 天地宇宙里面 所有现在出现的现象 都是因缘俱合 不管你今天 遇到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命运 是恶的 是不好的 是好的 都没有关系 恶缘善了 灵解戏 不好的缘 要用好的态度 去把它圆满 遇到好的因缘 更要用好的态度 让这个善缘 变佛缘 我们自己来求道 也度家里的人 亲戚朋友来求道 让他们能够操生了死 祭功活佛慈悲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家庭 有不同的命运 但是 只要我们肯学习 改变自己 把自己推向成佛的道路 这样 以后的成就 就是相同的 所以 命运 是掌握在 自己的手中 祭功活佛慈悲 有些人 去算命 算得的确很准 但是 那都是宿命 宿命 就是种一个因 得一个果 我们修道 我们修道 就是把这个果 改变掉 人的因果 就像种子一样 今日 我们种一个种子下去 就要除草 浇水 不浇水 就会变成 种子干 加以施肥 继续照顾之后 种子 种子就会发芽 如果 是不好的种子 一个恶因 就不要让它 有环境去结果 它自然 就会死掉了 这 就要靠 我们的功德了 既功 活佛 慈悲 功 就是为大众服务 刻苦耐劳 把事情做好 德 就是借着 为大众服务 这件事 把自己修炼得 没有脾气 改变命运 很简单 不是靠别人 也不是靠算命的 或是庙里去改运 而是靠自己 从心念去下手 自然 命运就会改变 既功 活佛慈悲 我们修道之后 是充满 惊喜的旅程 不可思议的人生 只要认真修道 就会有 想不到的结果 改变命运 不是去庙里 求神问补 如果 我们自己有主张 知道怎么做 还需要去 求神问补 还需要去 找算命的吗 既功 活佛慈悲 只要肯 诚心修道 发大愿 经济上的困难 都不是困难 只有自己心里的障碍 才是障碍 我们明理了 任理实修 命运自然能够改变 你希望效果更好 更明显的转变 那自己就要更努力 既功活佛慈悲 人都有因果 你不在道场上操心 也要在家里烦恼 那何不把烦恼家里的精神 拿来道场上帮办 一边行功了愿 一边能够改善自己的命运 不是很好吗 哪里不足 要有补充 要有充实自己的决心毅力 有不对 要有改正错误的勇气 对自己没有信心 没有关系 老师会把你们的信心 激发出来 肯定自己 不要太看清自己 我们不是要骄傲 要自以为是 而是要学习 看重自己 肯定自己 只要你肯做 上天自然筑化 帮忙 先佛菩萨 也会暗中拨转 搭帮助到 既功活佛慈悲 咱们今天来到佛堂 也是要学变脸 变什么脸 变菩萨脸 把一些忧丑的脸 猙獰的脸 变成菩萨的慈悲 你们不是常讲 慈美善目 所以 修道可以改变人生 可以改变面相 可以改变命运 因为 土耳的心改变了 念头不一样了 既功活佛慈悲 时常感恩的人 就充满天地间的正气 天地间的善气 因为 我们感恩的时候 都是善的心念 都是好的心念 自然 天地宇宙间好的东西 就能够吸引过来 我们发出来的 都是恶念 自然 无形中 不好的东西 也会靠近你 这就叫做 物以类聚 我们发出善的心念 就算是不好的人 也会受你感化 如果 每天告诉自己 我真是幸福 我真是幸运 能够受到上天的照顾 能够得到这个珍贵的道 能够明白很多道理 在道场上学习 我真的好幸福 好感恩 每天这样想 自然 你的命运 就越来越好 寄功活佛慈悲 来佛堂 能够启发我们 纯真 善良 美好的本性 这个 胜过你们 在外面的 潜能开发哦 所以 要接受 佛光普照 接受 道理的熏陶 自然而然 就能够改变 自己的命运 寄功活佛慈悲 求道要进步 脾气很坏的 自己要去检讨 做事不积极 很懒惰 很懒散的 自己也要去改变 我们的人生 不是天注定的 是自己造成的 有好命 不好命 都是自己 一点一滴 累积来的 四 谈饮食 如果 都吃大鱼 大肉 都喜欢吃油炸的 或者 是又酸 又甜 又太咸 长期下来 身体一定会不好的 吃得清淡一点 对自己 是有好处的 把饮食改变一下 自然整个人 就会有所改变 祭功活佛慈悲 为师趁现在 给你们一个观念 解饮食 保健康 现在的人 生很多病 第一 大环境的污染 第二 因果 第三 饮食 要有健康的身体 才有体力 才有心情 出来修道 半道 保重自己的身体 节饮食 保安康 多运动 多行善积德 心情 放开朗 少计较 计较的多 拥有 就会很少 祭功 活佛慈悲 刚开始 吃素的时候 或许 想吃一点 素料 但是 要真正 让身体健康 老师 建议 各位徒儿 尽量 吃植物 如 马铃薯 红萝卜 青菜 这些东西 营养就非常够了 不但能让我们身体 很健康 而且 精神 会很好 激功 活佛慈悲 要多喝白开水 不要喝汽水 饮料 那些东西 会对身体不好 吃越多 吃越多 在形体外观上 是越胖 好像外面一直增加 可是里面的营养素 一直减少 既功 活佛慈悲 老师 为什么 跟你们说 吃香蕉 要连皮吃 因为 水果的皮 是很有营养的 一般人 都把最好的 最有营养的 丢掉 就像糙米 很有营养 可是 我们把外面的肤 都搅掉 激功 活佛慈悲 如果要吃大鱼 大肉 都喜欢吃油炸的 或者 是又酸 又甜 又太咸 长期下来 身体一定会不好的 吃得清淡一点 对自己 是有好处的 把饮食改变一下 自然 整个人 就会有所改变 改变饮食之外 身体 要让它 多劳动 你越放纵它 越让它享受 它不会感谢你 它会用生病 来回报 祭功 活佛慈悲 修道之后 要学习吃素 持斋 就是发挥 我们的慈悲心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自己不想要 受那种痛苦 就不要 把这种痛苦 夹在别人身上 鸡鸭鱼 猪狗猫 都跟我们人 一样是有灵性的 都是从天而来 只是 它们做了不好的事情 造了不好的业 于是 在四生六道里 轮回为处生道 那我们 为了避免自己 也走上它们那种路 就尽量不要吃肉 不吃肉 不只能断恶因 在健康上 也很好 祭功活佛慈悲 肉的毒素很高 因为被杀的时候 它很害怕 很生气 那个时候 毒素就很高 我们又把它吃进去 毒素就跑到我们身体里面 吃人家半斤 以后 你又要还人家 可能不止八两 因为利息很高 所以 能够吃素的人 就能够跟众生 断绝恶缘 我们去到哪里 贵人就很多 我们喜欢吃肉 就是跟众生结恶缘 穿得很漂亮 也有化妆 怎么大家都不喜欢我呢 那就是我们 没有结善缘 祭功活佛慈悲 你们常常说 要吃有机的蔬菜 有机的水果 什么叫做有机 没有污染 没有污染 有生机 我们的自性光 才是非常有机哦 它是无限的有机 它能够生化万物 不是光吃有机蔬菜 有机水果 那还不够哦 我们要健康 就是要由自性 当家作主 和仙姑慈悲 煮素菜的人员 要注意 煮菜 要抱着 发喜 欢喜 感恩的心 来做给大家吃 做菜 要高高兴兴的 做出来的菜 才会有能量 众生吃了 才会欢喜 调味料 要减少 味精 香菇精 什么精 都不是好东西 盐巴适当 油适当 这样子 就能够 越来越健康 和仙姑慈悲 很多的病 除了饮食之外 就是我们的情绪 听过闻天翔吗 他吃了披霜 还死不了 为什么 有正气 是他的浩然正气 能够抵过一切的晦气 我们做人 也是要这样 存养我们的浩然正气 不好的 不应当的 我们都不去想 世间最不好的 就是知道道理 却不去做 不该拿的 却想要拿 祭功活佛慈悲 修道最基本的五戒 是哪五戒 杀 道 赢 忘 酒 我们尽量 不要去杀生 杀生很多 容易生病 容易短命 容易有灾难 徒儿们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欲知世上 刀兵结 但听徒门 夜半生 我们不去杀害生灵 自然 就不去承受 很多的灾结 祭功活佛慈悲 现在灾结很多 我们要用善愿 才能够把这个灾结化掉 最好每个人 都能够发善愿 能够快点吃素 我们不杀生 这个世间 恶缘就能够减少 怨气就能够减少 这样听懂吗 南极先翁慈悲 每个人 种族不同 或形象不同的动物 都是同样一个根本 虽然外表不一样 但是灵性是一样的 要快点 跟众生断绝恶缘 现在世界灾结很多 我想各位小宝宝 一定没有人想要灾结 在自己的身上发生 因为大家都希望平安 但是 如果天天吃肉杀生 你有让众生平安吗 所以 我们要自己平安 就要先让众生平安 这是我们 躲结避难的根本 祭功活佛慈悲 天有好生之德 希望徒儿们 能学天之好生 既然是好生 就不忍杀 不忍杀 不是只有不杀动物 所谓杀 也包括了杀人的德性 名声 自己的德性 要杀 是杀自己的锐气 若要杀别人的锐气 要有方法 要圆满 光明的智慧 五 中庸白话圣讯选集 缘起 黄天慈敏 诸天先佛慈心悲愿 屡将凡尘 借窍批训 斑斑法会 或妙训 或百话 起敌顽明 一阵剑雪 或诗词 或善歌 句句筑记 寓意深远 无论修心养性 尽得修业 皆诉说闽息 或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 颇息分明 或为人子女之道 为人父母之道 为学生之道 为师长之道 指引正路 其如此殷勤教诲 为的是 众生能够明白事理 断以生性 进而能够真修实恋 就近达本还原 光辉文化公司 秉承不修习菩萨之理想使命 阳体诸天仙佛 万仙菩萨之词意 应激显化 喜敌忍心 功效至深且广 是非人力所能及 于是指示后学们 将利缘仙佛百话词语 加以归纳正理 使之条理分明 说理详细 会编成先佛词语 光明的智慧系列重述 用以契合石壁 指引弥金 作为世人修身处事之准则 即修道者修半道之规念 盼此书可达 一灯能处千年岸 以智能灭万年余之妙用 其能收阵龙起溃 井醒于米 使完联辱力之功效 美一起法会恩师的凯切教诲 诸天仙佛的苦口婆性 再三叹灵 为的是千万亿众生 能统上法行 功等米勒楼阁 岂有如来宝藏 人人得以汇聚明星 超脱苦海汪洋 盼无修道者 监能将大道落实于生活之中 持之以恒 让武上至道 浩瀚的天恩师德 传播三界十方 不是老师没鼓气 不是老师爱哭 是心中的苦 往往哑巴去黄脸 有苦说不出 徒儿受好 谁会好过 你们想想看 咱们师徒如父子 你们都是老师的心头肉 受了伤 老师难道不难过吗 整个人的脸 整个人的心 带着一种疑惑 此刻不是梦 看你的表情 似乎太多执着 请你聆听我的心话 当作小声朋友 给我最深层的心 想起音声中心伤开的花 景色依旧如昨 我 像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 不禁焦然干过 转变让人无法捉摸 渐渐爬向伤痕 给我最上风的泪 我的泪 谁人能体会 总是这样 雨也为你碎 呀碎 我的泪 对天流几回 对天流几回 尘痛心中 构是一只随 要整夜流几回 你们受了考 想休息 老师不伤心吗 可是伤心归伤心 往往只能求天来相助 求佛来帮忙 激功早已无形无相了 就算在旁边喊破了嘴 你们谁愿意离我这个傻和尚呢 整个人的脸 整个人的心 带着一种疑惑 此刻不是梦 看你的表情 似乎太多执着 我 请你聆听我的心话 当作相识朋友 给我 最深深的心 想起冰山中 心盛开的花 镜子依旧如座 想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 不禁将人难过 转变让人无法捉摸 渐渐划下山河 给我 催上风的泪 我的泪 谁人能体会 从事这样 遇见为你随 随呀随 我的泪 对天流几回 沉痛心中更是一只随 爱 你的泪 你呢 ουν 将人的祝人 有些冰山河 沉痛心中更是一直悔啊 剩你也如何睡 希望徒兒們來日 依著光明的路去走 不要再讓你們的心再流浪了 千言萬語難道盡 只希望徒兒時常回來見為師 不是回來佛堂才能夠見到為師 只要你心中有我這個傻計癲 我永遠在你們身邊 時時刻刻為師都跟你們在一起好不好 不相信人匆匆過 沒有人能回頭來看我 我只是個流著淚 走在那街上的落花人 突然認為是強勁 沒有人會知道我脆弱 看見我走在雨嶺 你也不會為我難心疼 走遍紅塵尋找我的土南 我只想要和你一起悔想 不管風浪千丈 卻要哭在身旁 我是真的這麼想 走遍紅塵尋找我的土南 走遍紅塵尋找我的土南 你像之前我要四處徬徨徨 看見徒兒流淚 老是心碎乾燥 叫我如何放得下 為師我愛徒兒 為師我愛徒兒 永不改變 今天 不因為徒兒一時的迷失自我 為師就放棄你們 為師我捨不得你們 因為 已離別之後 不知道以後 能不能再看到 今天 發心的你 以後 會變得如何 遍紅塵尋找我的 我認為是江戚 沒有人會知道 我脆弱 看見我走在雨裡 沒有人會知道 我脆弱 看到我走在雨裡 我的固然 我只想要和你一起陪伤 不管风浪前掌 只要停在身旁 我是真的这么想 走遍红尘寻找我的固然 你侠只想我要四处盼望 看见徒儿流泪 老实心碎感伤 叫我如何放得下 会是我来到这里付出一切都性感情愿 即使徒儿们不采不离 不想接受 不想听 非是我也性感情愿 无愿由 不想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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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尊尊尊如活佛 成就生命的意义 父母恩德忠如生 知恩报恩不忘本 做人因谁要死缘 才不愧对父母恩 白山笑为寿 乌鸦上至帆布 高阳亦之贵如 今知笑者 是未能量 至于全马 皆能有样 不尽 何以别乎 小羊归布 比母孙母义 赶念母恩 手入共身体 习落地 习落地 自拍如今里 小羊儿 天心有道理 百恨万山笑为寿 当之笑字是根源 念佛行善也是笑 笑掌佛力超久天 人间笑道 即是莫痴依 一朝雨与风 凡不摸一切 父神病 是未自老成绩 母心有时 有而未成情 多少富云有此梦 恩伯前程缘相敌 父母已创飞 苦盼子女的消息 多少风霜的堆积 双情容烟已煎熬 我到忏悔时 未能报道 父母恩 人世间最至深的悲怆 就是自欲养而轻不待 诸事不顺 诸事不顺 音不孝 福禄皆由孝自得 处世唯有孝力大 孝能感动地和天 多少富云有此梦 奔波前程缘相敌 父母已创飞 苦盼子女的消息 多少风霜相敌 多少风霜相敌 多少风霜的堆积 双情容烟已煎熬 我到忏悔时 未能报道 父母恩 每人子女 平水奥寺愿 圆满生命 尽笑不愧 而女心无论在何地 给双亲一生感恩你 给双亲一生感恩你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阳而轻不带 人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天伦